iWatch 大家都在期待 iWatch真的要來了嗎 概念股有沒有機會引接行情 因為現在外傳 已經有部分零件開始小量在生產 好 我們趕快來請教一下寬哥 寬哥 你看 iWatch如果真的 這次今年最快最快今年推出的話 相關的概念股怎麼期待 iWatch大概是 我可能會買的 穿戴型裝置的 真的嗎 唯一的 因為你說戴眼鏡嗎 我們沒那麼心潮 可是因為蘋果的始終迷 其實買來也不知道要幹嘛 可是就是很想要買一個 就當作是一個很貴的玩具 這個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可以發現就是說 現在以穿戴型裝置的話 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手錶的部分的話 當然最重要是一個在面板 第二個 我們要去想 它的結構件 然後那麼小的一個空間 又要放電池 又要放面板 又要放軟板在裡面 又要把整個所謂的一個結構都裝進去 所以它的四幣它製造 一定很困難 真的不能 能不能夠在今年初我不知道 但可以確定一點是 面板上面的話 電子紙一定要用 電子紙一定要用 那電子紙用的過程當中 目前有兩家公司還在談 一家是說 有沒有可能會走OLED 為什麼要走OLED 是因為OLED可彎曲 它可以有可繞市 那台灣的部分的話 是由萊德它旗下的子公司 就是叫萊寶 可是萊寶它目前沒有上市 對 那還有一部分的話 是在圓泰 圓泰這一波 它往上漲的過程當中的話 它有兩個市場上的一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就是說 因為它有一個 過去他們在所謂的 IPS廣視角這一塊的話 他們有去拿到授權 那IPS廣視角這一塊 先跟各位報告 它最早就是蘋果的專利 然後因為它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最早的時候 其實智慧型手機 大家都要用蘋果的 因為蘋果的畫面真的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Regina的面板 然後用廣視角的一個技術 然後後來這個廣視角技術 有開發出來 發散出來之後 拿到全力機 然後目前台灣的話 很多中國大陸的白牌手機 是跟我們台灣的圓泰 去拿它的IPS技術 還有技術轉移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談論到說 在整個電子紙這一塊有沒有 去供應到所謂的手機 手錶的一個面板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要持續的一個注意 可是它 像這家公司 有個比較大的缺點是 它長期的獲利的部分的話 它長期的獲利數字沒那麼亮麗 所以它可能會跟題材部分的話 它的連結性是比較高的 來 我們來看下一檔 好 我們來看下一檔 除了剛剛講到圓泰之外 還有這個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FTPK了 FTPK各位都曉得 其實過去在所謂的 iPad mini這一塊的部分的話 FTPK它專攻 就是攻在所謂的 7吋 9吋跟11吋 那各位不要忘了 這一波其實一直有談論到 蘋果 iPhone 它有可能會出現所謂的大面板 那大面板的一個格局的話 會不會說直接用 用整個iPad mini切小一點 這也是市場上的一個傳說 這也是一個市場上的一個傳說 可是以近期來看的一個部分的話 TPK這波股價反轉完之後呢 目前來看的話 還是要看未來第二季的一個 營收跟獲利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家公司的話 我個人的一個判讀是 如果說股價有拉回的話 再來做布局相對來說會好一些 好 另外來看就是在這蘋果的部分 還有喔 他們最近呢說 我可能要砸下天價來收購 Beats這個耳機品牌對不對 相關的啦 我們台灣的供應鏈呢 如果也應用在這iWatch上 有沒有可能 這是Beats這一塊喔 其實我說想想還挺有趣的 是 美律我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談論到 我說很好玩喔 什麼叫很好玩 我買一台手機兩萬多塊錢 那買了也就算了 我買一個耳機 我後來我耳機買了之後 我女兒買回來跟我談那個報價 我嚇一跳 我太太就說你又單一人要買的啊 一台耳機一萬多塊 一萬多塊耶 一萬多塊是比較好的喔 那有些是裝飾型的 例如說它可能做起來很炫 它可能有類似耳環的功能 然後也做得很漂亮 我在看是其實配件是還不錯啦 各位五千塊 太太的那個Beats耳機真的很好賺耶 而且我最近也買了一個台灣 不是日規的也算比較高檔的一個耳機喔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比較吵一點 其實真的它的音效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這波美律來看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他們的耳機 跟穿戴式晶片這塊 他們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那再來的部分的話 如果說蘋果它真的去 用天價去把Beats買下來之後 您放心 我認為它後面一定會出很多 相關的一個產品 例如說運動型的 或者說一些比較炫的 甚至於跟整個潮牌 跟NBA做結合 或者是跟黑人的音樂做結合的 我認為他們一定會在這塊多做琢磨 而這個對美律來說就會有機會了 搞不好也跟這個iWatch 稍微做結合對不對 iWatch我帶著嘛 我就去運動啊 然後就結合那個音樂的也不錯喔 新的啦 可是藍牙耳機的價格都非常非常高 都很高對不對 好 除了美律之外 我們還有一檔喔 也就是呢 大家比較期待在日月光啦 之前走過一些些陰霾了 現在來說的話 股價還是在高檔喔 現在日月光就比較難判讀喔 因為近期來說的話 有一些新的一些消息出來 例如說我們剛才其實達人 現場達人都有說的指紋辨識 那指紋辨識這一塊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一個技術 過去傳出來是說 日月光它把產能全部都包下來了 可是這一兩個月前喔 市場上又傳出一個訊息 因為台積電各位都曉得 台積電是吃下了整個蘋果 它的一個晶片的一個製造 它是在做整個晶圓代工這一塊 然後它旗下有一間子公司 叫做精材 精材的部分的話 也有辦法去切入到 所謂的高階封裝這一塊 所以目前市場上是分分圓圓 可是精材它沒有上市 它在新貴市場 所以如果說這一波 以日月光來說的話 我們還是主看外資的一個態度 日月光是目前台灣外資 擁有最多股份的一家公司 股權高達接近八成 所以這間公司的上漲或下跌 完全都是看外資的一件事 可是可以確定一點是 如果九千萬支的訂單再押出來 然後大家跟隨著 例如說紅塔店也會跟 三星也要跟的話 這個市場可以確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這坤哥可以先回座 我們剛剛說到的日月光可以再等待一下 確定一下消息到底有沒有拿到的單子 不過現在要大家說 蘋果你說我要推出什麼智慧裝置 說要推出穿戴式裝置 含了半天啦 都沒有看到任何東西出來 現在好不容易喔 出現了一些謠言對不對 八卦在一起 Tommy哥來吧 我們來看看喔 到底有哪一些最新最新的 關於iWatch的一些傳言 其實iWatch的傳言 確定不在六月WLDC發表 我覺得本人是應該認為是 不會在這邊發表 不會在這邊 因為他們那邊可能還有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報告 他等一下可能會有一些 例如醫藥結構的東西 所以會有一個 Q2生產 三百個參觀零件iWatch Q3的機會發表 機會我覺得蠻大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在最後的一個 臨門一角 在美國的那個FDA的那邊 那一塊 美國聯邦藥物管理局的那個地方 你被他好熟喔 他們中間會有一個 有一個connection 所以你覺得第三季比較有可能 第三季比較有可能 對 因為現在可能 Phototype或是那個樣板 才剛出來 最後一個 這個我覺得 Apple他一直都是精品 所以說他 他叫Burberry的前CEO來去 一定是有機會的 對 其實 他砸20億 這很大手筆耶 找這個亞倫德來 可是對Apple來說 他這只是一個 一個宣誓的效果 就是說我要做精品市場 要不然像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華碩那邊 華碩他一支手機3999 小米一支3999 其實現在變成說 手機已經變成說必需品了 那Apple怎麼樣 再把它在精品化的這一塊 去建立更高 像我們會花一個包包 三四萬塊買一個LV 一兩萬買一個行李箱 對 你說他有什麼特別的功能嗎 好像也沒有 可是就是價值 就是價值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精品化一定是 Apple未來想要走的虛勢 嗯 不過除了這個 這個Burberry的一個前CEO 挖角之外 5月9號也挖了一個新的 跟這個Nokia有關係的 相關設計師 他挖了一個Nokia的那個 Lumia 那4千萬畫素的那個 執行人員過去那邊的 對 在照相這一塊 我相信Apple未來會有更突出的 搞不好也許會是說 他希望就是說 以後單眼相機會不會很危險 喔 搞不好就手機取代了 對 搞不好就是以後的iPhone 就是可以取代單眼相機 這一塊也不一定 好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Apple最近還有其他動作 他們 開始找一些醫療相關的人 這個我大概喔 嗯 三個月前在CS 四個月前在CS的時候 我就有聽說了 真的啊 那麼早 那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市場有非常非常多的 所謂的穿戴型裝置是在 去做健康管理的這一塊 是 包含去測血氧 測心跳 測脈搏 還有測你一天的卡路里 還有測你的睡眠狀態 其實這些都是Apple在後面 主導的一些效果 因為 例如說之前像很出名的Jabon Up 那其實都有Apple的相關人員 在做一些相對的技術指導 那我們今年也看到很多 做穿戴型裝置的代理商 像前一陣子Nike宣布他不玩了 那接下來這兩天有聽到一些謠言說 Phoebe 美國一個很大的穿戴型裝置的製造商 他聽說也不玩了 Jabon聽說也不玩這一塊 大概不會通通都被Apple挖走了吧 應該我覺得不是挖走 因為他們覺得說 iWatch出來 會有一些衝擊 但是他們現在宣布不完 可能說他們後面會有一些 另外的合作方式 那合作方式不知道是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主高階醫療團隊 這個我個人是覺得真的有 真的有嗎對不對 這一塊是真的有 所以這個通明哥非常確認 不過這個來藍寶石玻璃有可能嗎 這個我覺得我持著觀望的狀態 因為雖然iWatch叫iWatch 可是它的重點不在Watch 它的重點從頭到尾都不是在這個手錶 它從頭到尾都是在這一塊去怎麼樣去監控你所有的身體狀況 所以整個環都是了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下一個這個反而更有機會 就是 就變成手環 但是手錶它會多一些手錶的裝置功能 可能會有一個小小的觸控螢幕 觸控一些跟你的手機連動 但是我覺得iWatch最後最後 為什麼剛剛講FDA 它一定會透過iWatch 透過你的手機 把你的健康資訊上傳 上傳到哪裡 上傳到一個醫療團隊 或是說 Apple自己出來跟美國的任何什麼醫療團隊 或是健康照護中心合作 去整個控管說今天我起來 喔 血壓高 然後你的 就嗶嗶嗶危險是不是 血壓太高 之前是只能嗶嗶嗶嗶嗶 後面會說 益華是我的家庭醫生 在打電話 Tommy今天你的那個血壓狀況有點問題 你要小心喔 你可能要吃一些什麼東西 或是說你要帶著藥出去 這我覺得才是未來最後最後的殺手機應用 好不過講到你剛才說殺手機的應用 可能會長這樣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是比較有可能的形式 我覺得可能螢幕可能沒有不會這麼大 因為這要做成這個彎曲可能有點困難 或是說他會用電子紙的方式 是 但是接下來他就可能說 簡單的一些撥號 這些功能都可能會內建 但是主要的就還是 他後面的環的這一塊 去測量你的血樣心率 對 血壓 那再來是血糖 血糖是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辦法 血糖你一定要經過血液去測量 但是有一個叫血氧 我之前有代理過一個產品 他是可以用 用一種燈光的照顧方式去 去測量你的血氧 用燈光就可以來測血氧 那我相信這個一定會內建 對 睡眠 睡眠現在已經有一些可以做了 對呼吸也可以喔 呼吸基本上跟脈搏可能會有一些牽連 是 那體重 你戴上去你就知道體重多重了嗎 體重這個應該未來會有 SERPADI的廠商去開發 是 就是說有一些體重劑 他是用藍牙跟你的手機結合 這個目前我個人這邊也在著手了 是 那體脂這也是 對 這是在功能面謠傳的部分對不對 但是這次啦 開發者大會到底會秀什麼出來 這次開發者大會我覺得 OS10有機會 有機會 iOS8應該也有機會 Healthbook一定 這個一定 這個一定會有 對 然後MacBook推新版再降價三千 現在已經不是在降了嗎 沒有 現在已經在降 會再降一次 會再降一次 會再宣布一次就對了 官方宣布我降 現在是偷降 因為現在買氣很不正啊 一定要再降降 讓下面的人覺得說 這個降是撿到的降 因為你要注意 還有Mac mini已經兩枚沒改版了 它的Mac mini兩年沒改版了 所以有可能會改版 有可能就是會殺出來 這次開發者大會 一直搖暈 說Mac mini會是下一代的Apple TV 這我才一直做 是喔 就是兩個整幣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